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m的話 是15到30之間的整數 m都是整數 m的話是3到5之間的整數 那麼它問說 m除以m 是在下列哪兩個數之間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我把它導數 m的話 把它導數以後 m分之一 它是小一等於三 三分之一 大一等於三 八分之一 然後我再把這兩個 乘起來 這個看成是 x看成是y 就是說現在 這樣子 這個的話 看成是m 這看成是m 看成m分之一 m的話 是介於15 15到30之間 這個東西我隨便畫 15到30之間 m的話 介於8分之一到3分之一 假設這是8分之一 這是1 3分之一 好啊所以 那個什麼呢 那個 這兩個數 m跟m分之一 是落在這裡面 兩個給它相乘起來 很長的 這一塊面積 這一塊面積 好 那這塊面積呢 最大多少 最大就在這裡 最大在這裡 最大就這塊面積 最小在這裡 最小就這塊面積 也就是說 這兩個相乘 m 乘以m分之一 小於這個 這個就是3分之一乘以30 有等於 小於10 3分之一乘以30 這兩個相乘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這兩個相乘 8分之15 這個東西是介於這兩個數之間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1有多少 8分之15 減8 這是7 介於這個 10到 1有8分之7 到10之間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B 大家應該要選B